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健康恐怕会亮起红灯 劳动部最新公告了 强制性的要求雇主必须要为长期 上夜班的劳工负担起健康检查的费用 而所谓夜班劳工呢 是指工作时间落在晚间的十点 一直到上午的六点钟 雇主必须要负担的健康检查项目 就包括了睡眠疲劳 肝胆肠胃 生殖系统和心血管方面 而比起一般劳工的基础见解 是增加了许多项目 预计从明年开始会有四十万人受惠 站在出入口紧盯往来车辆 从事保全的林先生 曾经轮值大夜班长达七年时间 生活上最头痛就是老是睡不好 白天回到家的时候都会很早就睡 但是中午一定会起床 这是一个习惯当中分为两段睡觉 睡觉时间不是很充足 但是上班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疲惫 甚至因为长期疲劳会有一些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作为长期夜间工作 或以实数来说 全年度累积七百小时也都算在内 未来规定不分年纪每年都得见减一次 而且费用全都交由雇主买单 考量必须要让老公做这样的事情 他就必须要付费 然后安排老公去接受这样的特定见减 也会去了解说他目前自觉的症状 如果是45岁以上的劳工 我们会加做所谓的新电图 劳动部以两年作为评估期 如果资料发现长期夜间工作 确实影响身心状况 不排除邀级专家学者 也拧将这项健检纳入法规 在新闻周辰 叶宜林台北报道 年纪大了 这平衡版自然也会变得比较差 也就更加容易跌倒 有物理治疗师设计出了一款防跌操 让引法足增加平衡改以及肌耐力 现在施分的是平衡的动作 直线前肌 直线后 对 底面肌的改变已经是一种挑战了 是不是我们再加上手了 脚维持规律动作 但搭配手部变化 这在练习平衡 脚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 可是我的手可能是做不同的一件事情 来影响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中心线必须要维持在 我们可以维持重心里面 这对长辈来说其实是有点难度 手脚位置的改变 让做操的人试着感受移动自己重心 要防范跌倒 物理治疗师练平衡再练肌力 膝盖直 手臂直 腰杆直 每个动作最少维持三秒以上来练习肌力 物理治疗师强调 如果真的无法站立训练 稍作休息 靠椅子也可以 跌倒其实跟平衡有关 那你既然要讲平衡你就一定必须得离开那个平面 除非他这个长辈他是没办法站的 那我们就考量是坐姿平衡 长辈的部分是比较有需要 那至于小朋友他也可以练习他的平衡感 防范操加强平衡感 无论老少站坐都能自我练习降低意外发生几率 大约新闻主龙 夏宏树 高雄报道 大约电视台成立至今走过了20年 而在还没有自己的电视台之前 在1995年 慈继基金会就成立了视听组 制作出相关的节目和新闻 在力霸有连托播 如今20多年时间过去了 许多早期的资深员工 至今仍然是坚守岗位 恨迟出众 5 4 3 2 1 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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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二 来楼 我们如果坐火车买去移兰 经过上架后 有一站叫做无ист 其实我在这边工作的时候 我没有再算时间 不知不觉就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过去 现在人家问我的时候 我就会被自己吓到 我怎么会待那么久 我觉得应该是 还是这份工作给你的回馈 可能有时候会想想 你可能很难在别的地方会有 如果把时光反转回到20年前 杜一平刚踏出校园时 那时台湾各大报的真彩版面 都是有线电视台广邀人才的广告 1993年7月 政府订定了有线电视法 隔年开放资格审查 台湾的电视产业 正式进入了百花齐放的阶段 那时候很多台湾都成立了新的电视台 三里也是那时候 五光三里也是那时候 我们是在明师之后 所以那时候聚集了一大批很新的 就是电视台所谓的中青的那一辈 一开始是从视听主开始做起 我们负责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 那你到了开台 24小时是不能停的 所以一下子庞杂的那个 所谓的节目制作量 要十几个人来承担 已经吃不下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招募了很多新的同仁 那时候我连词迹 我第一次听到词迹 然后我连就是师父谁 我都不知道 我就就来了 当时代的巨轮不停转动 每个小螺丝钉 就好像是一个个小水滴 开始凝聚起来 为清流媒体而努力 那个执行制作做很杂 什么都做 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因为那时候当创台初级 1995年 大爱台的前身 还只是慈悸基金会的 试听组而已 内容就在力霸有连托播 后来才搬迁到公事 公事有三栋楼 我们在最上面的一栋 它拨是在第二栋 所以我们每次都要从三栋 跑下来 如果说你是赶带子 又吓得的话 那 게精彩的 你长得在那天 我的媒体之夜 我记得上人在一次 公共电视的讲话 他有讲说 我不怕你们太刺激 就怕你们不刺激 现在我们共请上人及肖院长为我们按钮开台 1998年元旦 大爱台正式开台 隔天 报纸以正眼法师传大爱的标题 报道正眼法师希望未来能透过自己的媒体 传达世间人的清流与爱 我觉得在这边目标非常清楚 向人想要做的进化人性这件事情 一直去想我还有什么方法 在我们这里我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 我不能说改变他的行为 可是已经在改变他的想法的时候 你做的东西是有人在看的时候 你会在乎你做的东西 大爱让世界亮起来 我要祝福大爱台长长久久 然后我们一家也能够在慈禧世界里做得满心欢喜 希望大爱台的同仁们能够不忘出发心 然后继续传递美善 传递爱 让世界亮起来 持续下去 你那这么漂亮啊 我已经答应你 对啊 好了 除了这一群员工之外呢 还有一群人他们是默默护持的大爱台 包括了是民众以及志工 好比说呢 现在画面当中这一群他们是位于屏东 一群热爱烘焙的慈禧志工 经常会在节庆时制造各种的健康糕点义卖 所得全部都用来护持大爱台 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浸丝米香 浸丝资粮团队是屏东蔬食推广的强棒 去年7月参观大爱台 开启他们护持大爱台的行动 我的想法就是说 这个亲密在源头嘛 人物真的也很重要 护持大爱台我们可以用木讯木的方式 我那时候想说这个方式也很好 推广蔬食点心的团队 决定制作中秋节的冰心月饼 火龙果的红色的 买的又甜又油都不健康 我们现在用我们禁私的东西 马上做马上吃 蔬果做成的四色冰心月饼健康又美味 我们忙了前后差不多十天 就是上人说的做得欢喜都不会累 当时要做述食和月饼 禁私团队五六名志工大动员 要用餐的时间就赶快回去准备午餐给师兄 用午餐 然后用完之后就赶快再回来继续做这样 过年他到家去把我带孩子 带我们的孙子打扯的 他都会把我护士 所以我这些很心感恩给我们师兄 一人做饼全家动员 众人欢喜忙碌下 一盒盒冰心月饼立刻被认购 吃下的每一口都是感恩 不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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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得欢喜 我吃得也欢喜了 众人其父出 因为平时生活中少不了带台给的感动 草坑补体在拨全州的海间阿嬷 他就是这样的精进 当我们在懈怠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想说 这是我们还要往前走 这就是大爱台给我们的力量 志工视为精神食粮 大爱台更是他们前往慈激医院当志工时 鼓励患者的利器 我就说他在看电视 他说有什么好看的都是只有大爱台 后来旁边他就说大爱台怎么不好 你看他都帮助人家了 我等我好了我也要帮助别人了 你看多好 这就是我们大爱台 也因此屏东敬思团队 用高屏专长支持大爱台 让爱的力量能持续扩大 随摸祝福在全台各地接连举行 花莲玉礼敬思堂的场次 有一位青年志工 他从小是隔代教养 祖父母相继过世之后 在慈激志工的补助以及呵护下长大了 如今成年也翻转手心 加入付出的行列 在楼梯口迎接前来的长者 拐巧孝顺的吴春林 由阿公阿嬷扶养 他们相继离世后 他在慈激志工爱的陪伴下长大成人 让他发愿要走进慈激 因为自己从小也是低收入户 就是长大的小孩 那小孩现在有能力了 就是回馈一下社会 予以赴富出这样子 玉礼敬思堂举办岁莫祝福 收下祝福的福会红包 用欢喜心迎接新年 也期待新的一年社会祥和 大爱新闻 这次美之工业朝鲜华联报道 焦点转到国际 缅甸爆发洛西亚人的种族清洗 至今已经有超过60万人 逃离到孟加拉 而雪上加霜的是 今年恐怕会有超过 4万名的洛西亚新生儿 在孟加拉诞生 NGO相当担心的是 因为当地的粮食不足 卫生环境有差 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 目前其实在孟加拉的难民营 已经传出了白猴的疫情了 腹泻也实有所闻 接下来包括了祸乱 麻疹可能也会散播开来 孩童可能会活不过5岁 目前孟加拉 已经和缅甸政府协商了 聚计要遣送洛西亚人返回缅甸 世界遗产 泰基马哈林 几乎和印度画上了等号 是到印度的避访景点 不过为了保存古迹 印度政府宣布了 未来要限制观光的人数 售票停前满满的都是人潮 他们都是要参观 泰基马哈林的观光客 统计每年都有上百万人次来造访 不过大量的参访人潮 对大理石林的林木造成了极大的耗损 也会增加地基的压力 加上随着印度的国内旅游方便 包括是印度人本身参观人数 也是不断的增加 印度政府宣布了 未来要限制的是国内的游客 每天上线的参观人次为4万人 以保护历史遗迹 不过外国游客目前第一波并不受险 儿童太早接触手机 太早使用社群媒体的话 很容易会迷失自我 根据英国最新的一项研究报告就指出 12岁左右的孩子生活当中 已经充满了各项的压力 包括了升学以及同才之间 如果又成名于社群网站的话 太在乎自己每篇贴文的按赞 或是回复率 恐怕会被压得更加喘不过气 您有没有计算过一天下来 会手仰按了多少次赞吗 关注社群回应成的生活一部分 现在电子产品唾手可得 大人之外 小朋友也成了高度使用者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 命名为按赞生活 警告所有父母社群人体 对孩童情绪的可能影响 发现8到10岁孩子 使用手机多用来打电动 创作或搜寻资讯 不过到了10至12岁 则会拿来华社群网站 这时刚好又从小学升到中学 新环境的现实社交压力 加上网路假想观众 压得孩子喘不过气 转换心情才能避免将曝光率 和朋友回复率视为无形竞赛 美国另一项发现则指出 美国青少年忧郁症 和自杀率激增 正好与人手一机普及化的时间吻合 社群媒体上 网美 网帅 令人称信的人生胜利组 让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和孩童 被追求完美的压力追着跑 危害精神健康 社交约组网站已经在行动 但他们必须再进行 而且必须再进行更多 当然 父母也必须有一个职业 我们在生长 父母真的没有太多帮助 除非他们自己活动 家长可能不是 最懂手机的 但是他们都知道 暂时放下电子产品 直接与人接触 才能感受彼此最真实的温度 大家新闻留任好编译 人装上一只不是新闻 不过您看过鸭子装一只吗 这是在美国一只宠物鸭 失去了鸭掌 八年级的学生 利用3D练义技术 让他能够重新行走自如 鸭子走起路来一搏一搏的 遭到攻击 鸭子失去脚掌 要有这些学生 开阅学生 开阅学生 业被尽头 我只是会充足 在美国 以为 我们只是想过 一个 有想法 像 瓦 消息会针对市售的羊毛围巾进行抽查 发现了价格落差达到四倍之多 而许多产品的成分也标识不实 在实践的羊毛围巾的产品当中 中文标识是百分之百的不合格 那除了其中八件是有关厂商的名称 纤维成分制造地相关的这些资讯 没有标识或者是标识不全之外 那比较严重的是有两件 这个羊毛的围巾 其中有一件是标识了百分之五十的羊毛 百分之五十的亚克力 但是实质上他的羊毛成分只有百分之三十一左右 消息会表示业者一旦标识不实的话 最高可处以二十万元的罚款 过去是年收百万的保险业务员 如今返回了高雄老家 协助小农销售滞销的农产品 他还设置有爱心冰箱 接受民众馈赠的生活物资 转给有需要的人 蔬菜水果有多余的食物就往这里送 这里就像是个爱心旗散地 就不浪费又可以帮助人家 之前本身也是家庭受到一些环境的编故 也受到姐姐蛮大的照顾的 想说对啊 现在有人力就多多少少帮忙一点 很多乡亲他们就是知道说 我们会帮助农民帮助一些人 然后想要认识我想要找我帮忙 一个单纯的想法 黄慧珠租下之间老房子 帮助小农卖他们的产品 把故乡的特色推广出去 农业 观光 在地的就业跟文创的部分 利用空档他把物资搬上车 送到需要的地方 爱心冰箱本身是食物不浪费的一个原则 那所以我们会将这个食物在进冰箱之后 然后再分享给一些需要的人 冷漠的大众他们还是很善良的 那他们看到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他们会认同 有的就会挺身而出 会来帮忙 放弃高薪回到故乡做公益 要支付开销不容易 所有的事都得自己来 虽然辛苦 只要想到有这么多人支持 就有源源不绝的动力 大海新闻 潘玉珍 郑瑞平 高雄报导 坎东当中找不到家人的交集 需要您来帮帮忙 这是台中大甲一名慈忌的环保志工 本身患有智能障碍 平时都会把捡来的回收物交给慈忌环保站 不料在跨年夜当天他出门之后 至今是音讯全无 家人们非常的焦急 监视器拍下阿华的身影 十二月三十一号晚上七点多 他独自一人沿街捡资源回收 往回走的时候走的速度明显加快 还不时往回看 最后他走进田梗 就没有再拍到他出来 过了五天五夜都没回家 家人心急如焚 民间救难团体动员搜索 田间小路废弃房屋 连下水道都不放弃 但五天以来毫无音讯 最近日夜温差特别大 家属是在担心他的安危 阿华现年五十六岁 虽然有智能障碍 但不曾伤害别人 他尤其喜欢做环保 只要看到住家附近有瓶瓶罐罐 就带回家整理再捐出去 大家喝的饮料瓶瓶罐罐 都随便乱丢 几乎都是他在整理在捡的 所以说这一点 我们是觉得说他虽然有智障 但是他的本性 他本身那种善良 家属通报协询 希望民众帮忙留意 如果看到可疑线索 可以和他的家人或警方联系 大爱新闻李亚平 郭继宗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军队的生力军 他们是一群卖萌的狗狗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晚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